那今天其實整個體驗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現在所謂的藝術已經是要有互動式的 那很多的小朋友其實他的創意是爆發性的在奔發出來 因為他有太多的互動的體驗是非常直覺的 因為有一些互動體驗可能他會有一點Lag 但他完全沒有 像小朋友可以上去溜滑梯啊 或者上面就是跳跳跳啊 所以後來他也在裡面完全都不願意出來 自己覺得最特別的是 就是有一個互動區 就是我的牌子放上去 他就會煎蛋 放模糊他就會有模糊掉下來 然後像小朋友他自己就是可以去 把東西貼到牆壁上啊 然後就可能會變成一個樓梯 或是變成會起火 就覺得蠻有趣的 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自己畫畫 畫可能是飛行的生物 或者是爬行的生物 那你可以把這個畫的掃描到空間裡面 那你在這個空間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創作 大家畫了他自己的小動物 他可以追著他的小動物跑 然後他會一直說漂亮漂亮 跟隨著畫面一起在這邊享受 我最喜歡玩畫畫的 喔 那你畫了什麼 聲 嗯 他畫了一隻彩虹的蛇 後面因為有很多起伏的地形的設計 我覺得是讓看展覽的感覺 我覺得不只是那麼文靜 他反而是跟我們很有互動 很有貼近的感覺 那你最喜歡玩哪一個 溜滑梯 溜滑梯 他們整個已經溜到那邊的服務人員 都認識他們姐妹倆 我自己是覺得 好像帶我回到小時候這種 無拘無束 然後就是在這個當下 我們可以跟現場的環境 跟動物一起共生 特別是又跟沖繩是同步 所以不需要去沖繩 在台灣、在士林、在客戶館 就可以看得到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TeamLab共創未來人 在國立科教館 大家來玩 好